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五间总结 港股今日随外围造好 高开217点 大期后港股高开后回落 恒指中午售报22,253点 升了88点 今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内地1月份CPI按年升了2.5% 稍微高过预期 分析指数据有利稳健货币政策 华人股今日靠稳 四大刊、中刊、公刊、建刊、农刊都有微升 而文刊和招刊就升超过1% 澳门政府在网站上刊发公告 预料博彩收益 今年不会再有双位数字的增幅 但豪赌股今日继续向好 原因是新豪博雅公布业绩 去年纯利多赚超过5成 更加首次派息 新豪的股价升0.7% 澳博就升幅跑赢同业 因为昨日公司公布了路探新项目上普京 澳博的董事主席就表示澳博资金充足 股价今早升超过2.2% 银鱼、禁杀中国、永利澳门、美高煤就有微升 医药股继续做好 泰铃医药今早曾经升11.1% 将五星复收窄到6% 而威高股份、联康生物就升超过6% 復升医药、国药亦有上升 今末医药上升后回吐5% 接电股方面,康云公布盈起 与其去年底正盈利大增 股价升超过3% 翠月公布盈起 预料去年顺利升20%至30% 股价升超过4% 而六幅農曆新年期间同店销售增长9% 股价亦升超过1% 成价匯药股份方面 腾宣股价升1%报547.9 最高建国552.5 再创新高 而在日MSCI中国指数 纳入了中国信达 今日信达交投异常活跃 股价突然下跌4.5% 连穿了10天和20天线 中午售报4.93 另外汇丰已连升多日 今日继续上升近1% 中午报82.1毫半 收视后有3分钟视频 再见